大家晚安我們起來關心今天的天氣 我們台灣在秋冬的時候 北部空氣是還不錯的 不過這兩天 有一點境外的影響 這個空氣稍微差一點 但是現在慢慢轉好當中 這個是我們特別畫出來 從現在開始 到明天後天凌晨的一個天氣 我們再給大家看一次 我們現在來說的話 有一點吹了偏東北風 慢慢再轉向 各位可以看 開始吹東風 明天開始 在下半天開始有一點雲氣進來了 像台北都會地區 都會變得比較陰沉 一直到禮拜五的清晨 像這樣就開始會有下雨 風向來說的話 就有一點偏西北風開始接近 這個風速的數值 代表幾級風 所以我們再給大家看一次 有時候 在野海的風 早上的時候會比較大 晚上的時候會比較小 這個就跟海陸風的環流 是有關係的 所以大致上這幾天 有時候白天的風是比較小的 清晨夜晚的風 是比較大的 有時候真的轉換的時候會比較大 那各位要注意了 明天下半天 在北部的天氣 就開始轉變了 風向也不大一樣 原來是吹東風 這幾天有點吹東風 因為整個變成高壓環流 東翼吹東風 慢慢到了明天後天 開始吹北風 就開始出現了 那中部呢 其實中部呢 很多人說這個 為什麼空氣平成那麼糟 其實就是東北風來的時候 其實經過這個 陶珠牙的高台地之後 到這地方風速都減弱 而且有點回流 這樣繞進來 所以 有一些工業區如果在沿海的話 或是火力發電廠 就容易 飄進來 到台中市 到彰化區 甚至到南投 所以各位可以看 其實 我們再給大家看一次 就是台中的風 其實台中的風呢 跟這個東北風 是相對比較不受到影響的 慢慢的開始吹進來 那明天下半天開始 北部有些雲氣 可是中部來說的話 就還是相對 蠻晴朗的天氣 中部來說的話 還是要稍微留意一下 空氣品質的問題 那當然啦 北部的空氣呢 也會順著到中部 會慢慢累積 最後累積到哪裡呢 因為風還是從北邊來是吹的 最後累積起來呢 就到了這個南部 特別是從台南 高雄 到屏東 這些地方風數都很微弱 甚至呢 有時候這個地方 有一個回流 回流在這個地方 所以有時候中部的汙染 其實還蠻複雜的 就跟大氣條件 有很大的關係 那這樣的一個風呢 就容易在這個地方 不斷的累積 沿海的風數很大 可是內陸的區域風數呢 就一直不斷的 弱掉了 弱掉了 那最後呢 我們來看台灣的天氣 其實台灣這幾天呢 天氣真的是在回溫當中 明天會跟我們回溫 不過各位留意到 這邊有一道雲系在這個地方 慢慢的在做轉換當中 我們看一下未來的預測 其實 最重要是說溫度的預測 好多人問我說 今年的這個會不會冷 其實冬天該冷還是會冷 所以請大家呢 該準備的遺物還是要準備 我們再給大家看一次 我們把這個 疊上了這個地面的溫度 可以看得很清楚 其實台灣來說的話 就是在這個暖區的附近 你看一到上海 一到北京 一到日本的東京 到這個北海道 溫度真的是降非常的多 這個是到禮拜六禮拜天 我們台灣的北部呢 可能會降到12、13度 要稍微留意一下 北部的空曠地區 台北都會大概13、14度 那預計呢 到這個時候 到下禮拜 六禮拜天到禮拜一禮拜二 都是比較涼一點點的 到禮拜三就開始回溫 各位可以看到 另外呢 在北方呢 其實這個溫度 降了非常多 你看這個 到這個日本韓國這一帶 都是負幾度 像北海道都負十度 所以請大家過年的時候 要去旅遊的話 要稍微留意 那如果一直到過年前呢 大概都還算是 會有一波影響 但是台灣呢 很特別的就是說 在一個這個環流的外圍 所以它溫度雖然有降 但是大概都不會出現 那種各位數字的溫度 所以各位可以 稍微放點心 但是這不代表會不冷 請大家還是要留意 在過年 因為過年假期比較長 還是有一波冷空氣會下來的 還是要稍微留意一下 後續的變化了 另外呢 我們來看未來的天氣 其實剛才講說溫度的變化 其實大氣的變化 也會左右溫度的影響 其實 明天開始呢 下半天到禮拜五 例如它是禮拜五 明天是有封面水氣接近 這波水氣會在台灣附近滯流比較久 但是接下來呢 各位可以看 北方的冷空氣又來 然後這個水氣就一直在這個地方 到了1月20號又有一波又再衝下來 然後這個可能又是類似的情境 到了過年前呢 也有一波再下來 所以最近來說的話 幾天幾天一波的這個冷空氣 會對我們一些影響 請大家留意了 所以明天呢 還算是晴朗 但是晚上開始 下半天晚上開始 就會有一些雲氣 然後到了禮拜五 各位可以看 這個 就是會降雨的地方 那預期呢 是以 中部以北為主 那中部呢 到底會不會下雨 就要看當時的情況而定 大致上是以中部以北為主 那未來呢 就要留意 可能有些南方的水氣 配合上起來 所以目前來看的話 雲量 可能在 禮拜五禮拜六的時候 中南部雲量會比較多 可能有一點點 偶振雨要稍微留意一下 所以明天的天氣 大致上呢 就 還跟 比白天的時候 比今天好 但是晚上的時候 就會有一些變化 特別在北部 那明天的空氣品 主要留意 這個是三角形式 對敏感族群是不良等級 可是這個 這個 六角形 這個就是 所有族群都是不良等級 所以明天呢這兩個地方呢 雲家南到高屏 空氣品質的問題 請大家多留意了 那明天來說的話 北部跟東部會容易降雨 請大家多留意了 我們最後給大家一點建議 週四呢 明天白天還是回溫的 但是晚上開始呢 封面開始接近 總而有一些水氣明顯增加 預期會增加一段時間 中部以北 有一些短暫的雨勢 那目前來看的話 週五冷空氣就開始報導 預計是持續到下禮拜二 然後週三週四就開始回溫了 所以這種溫度上上下下的變化 請大家 一定要注意 家裡面年長者的身體健康 適時的一定要多增加一些衣物 偶然的迷移 安索 其實各地的手 動手 一樣